传纳吉扎西联明治韩元首挺安华蓝脸元老, 安华绝不会食言。 做得好原来, 这才是西蒙和华哥的真正立场。 这下有戏看了, 传纳吉和扎西联明治韩元首力挺华哥。 蓝脸元老今天爆料, 原来西蒙一早就这样达成协议了, 那就是。 公正党主席安华在10月13日, 终于顺利入宫, 见见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后, 安华召开记者会宣布, 自己又超过120亿元的支持。 根据网媒Malational的报道, 前首相纳吉与巫统主席阿莫扎西, 以联名治韩国家元首, 表明巫统支持安华任性。 尽管如此, 根据Estel Wani的报道, 巫统副主席卡利诺丁澄清, 上述传闻纯属揣测, 针对此事, 公正党创党元老在胡乡阿里, 今日接受当今大马的专访时表明, 西蒙三党早就在一次的会议上一致决议, 在凑组新政府方面, 不会与有涉及贪腐案件的巫统国会议员合作。 他相信, 该党主席安华决会遵守西蒙的这项协议, 即不会与有贪污案再深的巫统国会议员合作, 以组织新政府。 我不是说, 我们不接受他们的支持, 而是说, 我们不会和纳吉和扎西合作。 身为西蒙主席的安华, 他应该会尊重西蒙的决定。 他表明, 公正党会遵守西蒙的这项决定, 安华也是西蒙主席, 所以, 更不会自己违访规定。 安华会卸手西蒙的决定, 西蒙可与巫统的个别成员合作, 但不是整个巫统。 尽管安华已禁建国家元首, 但由于雪州受到条线令的影响, 因此, 原本陛下打算召见行动党, 巫统和成信党党魁, 已被宣告斩言。 安华应走正门, 随着人民共政党主席, 拿都司令安华, 禁建国家元首及陈述, 已获得超过半数国会议员支持, 紧接在有巫统元老东姑拉沙里从旁杀出, 还策动在国会提成不信任首相动议。 巫统随后顺时准备与牧尤丁摊牌, 欲与国盟重新谈判合作条件, 力图争夺首相权位。 当前的政治乱局, 均说明好邪政党领袖对安华的支持, 同样是附带条件的, 他们的合作都各有盘算, 都有谋划争权的意图, 都只想利用对方。 安华有没有预察对方的不可靠? 难道安华忘了过去因为盟友的伪装和辩解, 策动了喜来登政变, 才将西蒙施于绝境? 背叛的动机不仅是政治夙愿, 更远于贪权。 所以, 对今日力图在变天的安华, 与其严厉不如尘骇。 特别是当前疫情危机笼罩时, 安华仿效国盟的夺权伎俩, 不仅在原地列阵, 更是填情悔造的下下之策。 他有否真正分析正情? 有没有登高瞭望敌军形势? 有没有看清土著团结党今日的执政困境? 土团党原想以小耳钓大鱼, 结果因小失杂, 因为面对武统与伊斯兰党大量对兵的进破, 只能卑躬曲解。 因为权力配置不均, 武统随时都会从不越变得浮然而怒, 然后拂袖而去。 虽然现在还未到大选决战的关键时刻, 也还未面对未争夺一席分配的考验, 小党就难能制服大党的胜怒。 一旦面对武统协剑而起的胁迫时, 小党就随即精神防线溃毁, 缴械投降。 未来结局, 其实已摆在眼前, 小党就只能俯首就犯。 假如安华向武统解释, 也将面对相同的困境, 因为他们的相交, 没有以国事相托, 就不会有为国家尽心尽力捉谋划策, 随时就会有轻负的危险。 509大选, 希望推翻不赌首页的国阵, 这里并没有政治博弈中的方语元, 没有政治权斗的其与政, 更没有敲诈横生, 真伪相貌和善恶混淆, 就是借助选民的群众力量扭转乾坤。 当国盟被基为后门政府时, 安华理应坚守价值领导的政党, 通过大选求胜, 是着破蛋壳而出的政权, 才是励志壮达的心灵鸡汤。 被包开蛋壳而来的小鸡, 是不能活下去的。 要让小鸡成熟, 就要有破蛋力量的环境, 才能让小鸡真正孵化而生。 因此,我们要告诫执念掌权的安华, 一个人就像一幢房子, 正大门就是你的品质。 你的家不一定要金碧辉煌, 但是, 你每天进出征战, 或休息时, 或遭遇风雨泥宁时, 都一定要走正门。 以情理之外的奇鬼行众建功, 是奇谋。 只有将功业建于关系天下苍生和天下行王的大事, 才是正道。 只有设计大计, 才是人心的杠秤, 才能真正让别人心悦臣服。 所传召陆公胡兹尔证实安华涉六案。 武基安曼刑事调查部总监拿督胡兹尔证实, 人民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共签涉六宗案件, 当中包括一宗基监案。 胡兹尔周六发文告表示, 警方所传召安华到警察总部, 驻查网传一百二十一名国会议员, 支持名单的案件之外, 也调查另外五宗案件, 当中包括一宗基监案。 他说, 被指遭安华基监的男子名为艾迪尔拉金, 这名男子曾无今年六月成立宣誓书, 称自己遭到基监。 他说, 另外四宗案件, 分别是安华发表首相丹斯里慕尤丁, 以失去多数国会议员支持的言论, 以及一段内容, 为我国在航动管制令期间, 非法网络赌博人活跃的士兵片段。 最后两宗案件, 分别是安华曾透过士兵方式, 称有六七零莫名外籍人士居住在我国, 以及安华进建国家园守候召开记者会发表的谈话内容。 此外, 胡茨尔也针对网传安华获得一百二十一名国会议员的支持发表谈话, 称这项消息, 已被名单中的国会议员否认, 但媒体仍大肆报道, 对书 挤